大家好 我是Subashi 同學售出自己行銷的產品 這一組跟彰化芭樂小農合作 透過鮮果醃製以及販售鮮果 成功協助農友行銷 而這一組則是跟菇農合作 推出香菇乾以及香菇酥肉乾 在校園以及餐會當中 透過試吃跟行銷來推廣產品 打開新的銷售面向 我們試吃的部分佔比較多 因為我覺得就是像這種東西 如果沒有做出來的話 就實際吃到他們就覺得 看看就沒什麼吸引力 我覺得我們最大的特色 就是可以透過試吃 讓他們直接當場決定要不要買 大學學生有學習到 然後我們的企業有幫助 我們這些活動 所以他們算是也盡到了 這個企業的社會責任 然後農友也受益 因為他們能夠經過 我們這些活動 能夠推展他們的產品來行銷 幫他們包裝 然後讓他們也有機會發展新的產品 來自雲林的學校則是分別推出 咖啡以及蜂蜜相關的產品來行銷 像是製作蜂蜜隨手包 小小一包隨身攜帶 份量也適中 展現各種行銷創意 蜂蜜科大這天舉辦農業行銷實作競賽總決賽 由於農村的老年人口多 這一次的USR計畫也跟台樹科集團合作 推動銀髮服務哈建森 可以去協助我們社區的長者 然後帶著他們這樣一起做運動 我覺得社區長者會有意願 對 那就是一邊感覺一邊在玩 然後又一邊你看我才坐三分鐘吧 就已經很喘了 其實這樣長者就有機會去運動到 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很棒 我們為了配合本次的USR計畫 我們也推動了智慧家庭的智慧健身的一個運動模式 讓農民們或是我們的鄉親們 除了在家裡面看電視以外 也可以搭配了我們運動手套 可以持續的運動 讓身體能夠更加的健康 大家穿上穿戴式手套 跟著電視機前的人物的動作跳起來 台樹科集團推出智慧家庭智慧健身運動模式 讓長輩在家中看電視之外 還能夠透過運動手套做運動來健身 獲得不少好評 讓長輩機軌數位化時代 也能夠兼顧身體活力 這點假話 陳昭安 台中廠報導